做做看 对不起 没关系 乔虎和妮妮在玩积木 哭哭 哭哭 乔虎不小心撞倒了妮妮的积木 妈妈 妮妮怎么哭了 乔虎 因为你把妮妮的积木弄翻了 所以妮妮哭得好伤心 妮妮好乖不哭啊 乔虎 来跟妮妮说对不起 妮妮 对不起 我是不小心的 乔虎 没关系 那我们一起玩 乔虎好棒啊 乔虎和妮妮都是有礼貌的好宝宝啊 妮妮 我们一起玩积木吧 知识大探险一 恐龙时代大冒险 我们一起搭单单号 回到恐龙时代冒险吧 好棒哦 出发 go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恐龙时代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而且不要影响恐龙 单单号运行 启动观察模式 发现 这是哪一种恐龙呢 一 富龙结龙 二 三角龙 我发现 这种恐龙头上有尖尖的角 所以应该是 二 三角龙 正确答案是 二 三角龙 耶 答对了 有好多只三角龙走出来了 三角龙喜欢群体活动 它们也是吃植物的恐龙 为什么三角龙长得这么特别呢 它头上的脚有什么功用吗 三角龙的脖子上 长有一个坚硬的紧盾 额头和鼻子上的脚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哦 哇 好厉害哦 包龙来了 三角龙危险 三角龙 快用脚攻击啊 用脚攻击后 就可以赶快逃跑 发现 诶 这是哪一种恐龙呢 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一 刺激龙 二 甲龙 三 肿头龙 四肌龙的尾巴和刚刚看到的恐龙尾巴不一样 所以不是它 甲龙的尾巴有个圆圆的锤子 所以应该是二 答对了 是甲龙 甲龙在吃植物耶 对呀 甲龙是吃草的恐龙哦 糟糕了 恐爪龙想要攻击甲龙了 大家别担心 甲龙有厉害的武器哦 哇 原来甲龙像锤子的尾巴 可以攻击敌人 保护自己 对呀 走 我们再到另一个地方看看吧 嗯 发现 这是哪一种恐龙呢 一 箭龙 二 棱背龙 三 重型龙 嗯 我猜是一 箭龙 还是二 龙背龙呢 答案是一 箭龙 巧虎答对了 箭龙的背上 有两排三角形骨板 是很明显的特色哦 嗯 好特别哦 这些骨板有什么作用吗 科学家认为 这些骨板可以调节体温 还有 它有吓唬敌人的作用 让敌人不敢靠近哦 啊 恐龙世界冒险 真的好有趣哦 对呀 对呀 那我们也该回去咯 恐龙期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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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事大探险二 蜥蜴和鳄鱼 你们看树上是什么动物呢 它讲的好像小恐龙哦 我不是恐龙 我是蜥蜴 我叫双脊关西 我们和恐龙一样 都是爬行动物 也有人叫我们爬虫类 哈喽 我是绿烈蜥蜴 我们的皮肤上有鳞片 是爬虫类的主要特征哦 鳞片可以保护我们 还可以避免水分散失 蜥蜴和恐龙一样 都有粗粗的皮肤耶 你们是爬虫类 所以你们很会爬树吗 那当然咯 我们蜥蜴的脚上 有五根尖尖的脚爪 可以抓紧树木 让我不会掉下来 好厉害哦 肚子有点饿了 来吃点东西吧 这些蔬菜水果 是我最爱吃的食物 原来你们爱吃蔬菜水果呀 绿烈蜥是吃植物的蜥蜴哦 所有蜥蜴都吃蔬菜水果吗 那可不一定 双极关西就是只昆虫的蜥蜴 看我的 好吃 蜥蜴一口咬住小昆虫 然后大口吞下去 因为我们牙齿很小 不适合咀嚼 大口吞才过瘾 哇 蜥蜴妈妈生蛋了耶 有好多颗蛋哦 蜥蜴妈妈会挖好洞 然后把蛋生在洞里 接着用脚 把土拨下来盖住洞 这样可以维持蛋的温度 蛋也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哦 哇 蜥蜴妈妈好聪明哦 这只蜥蜴的身体 为什么一直上上下下的洞呢 那是为了吓唬敌人啊 把身体撑高 一上一下的 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怕 就可以吓唬敌人了 还有哪些动物也是爬虫类呢 想知道吗 跟我来就对咯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鳄鱼先生 鳄鱼也是爬行动物的一类哦 我知道 鳄鱼的皮肤上也有鳞片 鳄鱼的皮肤上也有鳞片 你们好 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日光浴啊 哦 晒太阳真舒服啊 鳄鱼先生 这样晒太阳不会太热吗 因为我们爬虫类的身体不能保持体温 所以怕冷也怕热 到有阳光的地方晒太阳就能让体温慢慢上升了 那天气热的话怎么办呢 呵呵 泡水 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鳄鱼的尾巴看起来好有力气哦 我强而有力的尾巴 左右摇摆就可以让我在水里轻松游泳 哦 还有啊 我脚上有服务 也是我游泳的好帮手 呵呵 好特别哦 嘿嘿 那还不算什么 你们看看我的嘴巴 尖尖的牙齿露在嘴巴外面 看起来好可怕哦 嘿嘿 啊 啊 啊 没错 只要被我咬住 猎物就逃不掉了 真是太厉害了 蜥蜴和鳄鱼 还有很多很多秘密 等大家来发现哦 欢迎你们再来 拜拜 乔虎这一般 跟好朋友吵架了 昨天的卡通好好看哦 对啊 小剑 我们去玩捉迷藏吧 好啊 我们找皮皮一起去玩 皮皮 我们一起去玩吧 好啊 皮皮皮 皮皮 你要不要找阿丽一起去 我们不要找阿丽 阿丽最讨厌了 我们自己去玩就好了 皮皮才讨厌呢 我也不想和你一起玩 一号五 陶乐比 我们去玩球 不要找皮皮一起 皮皮皮 皮皮和阿丽 原本是超级好朋友 但是他们却吵架了 接过来 接住哦 皮皮跟我吵架 还不是跟别人玩得很开心 阿丽 换你 接球了 对不起 打到你了 你没事吧 没关系啦 是我自己没注意 阿丽 你怎么了 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哦 我没有跟皮皮说 就直接把他的橡皮擦拿去擦 还弄得黑黑脏脏的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没想到皮皮会这么生气 结果我们就吵架了 皮皮和你吵架 一定也很不开心 嗯 其实我也不想和他吵架啊 没有他一起玩游戏 好像变得比较不好玩了 那你们可以和好啊 可是 对啊 皮皮和阿丽 要怎样才能和好呢 有了 有了 阿丽可以写卡片给皮皮啊 对耶 把想说的话写在卡片里面 就不会不好意思说了 嗯 谢谢你们 那我来试试看 另一方面 皮皮皮和小剑 小可正在玩游戏 阿丽果然不想理我了 很特别的 我也不想跟他吵架的 要不是他先弄脏口的橡皮擦啊 小剑 找到你了 哎呦 怎么这么快就被找到 皮皮 我也看到你了 好 皮皮 皮皮 你怎么了 我 我们回教室画卡片吧 好啊 你是不是想跟阿丽玩啊 嗯 可是我怕他不想跟我玩 我们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皮皮 我 皮皮 这是我要送你的卡片 我不应该没有问你就拿你的橡皮擦的 没关系 我也不应该这么生气的 真的吗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咯 太好了 皮皮和阿丽和好了 好 爽 太好了 帮你 幸运 平 险 我是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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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的注音探险队 我又回来了 这次的巨型机器人 一定可以成功打败你们的 机器人攻击 怎么办 怪头博士破坏了好多房子 探险队员们 请你们先出发 去对抗怪头博士吧 是 你们看 机器人身上有注音 我们赶快念出来 我知道这个念破 看超声破的厉害 糟了 没有用 三个注音符号 要怎么拼在一起呢 三个注音符号一起拼 例如 喝和外 一起拼 可以把外当成一个音来念 嘴巴做出喝的嘴型 然后直接拼出坏 我知道了 喝和外拼坏 还是没有用 换我来试试看 网 可以直接当成一个音来念 网 网 超声波发射 怎么办 巨型机器人不怕超声波 紧急呼叫 探险队 探险队员们 现在马上到巨神山集合 接二了 这里就是巨神山 山上有注音符号 我们先念念看 说不定会发现什么 巨 巨和愿拼 把愿当成一个音来念 嘴巴做出巨的嘴型 然后直接拼出来 炫 炫 歌和汪拼 汪 光 山壁裂开了 让我把最后一个注音念出来 罗 汉 汪 拼 汪 龙 龙 龙 巨神山打开了 哇 好大的恐龙机器人 太好了 但是我们要怎么控制恐龙机器人呢 呼叫探险队员 只要念出机器人身上的注音 就可以进行组合 我们知道了 都要念出机器人身上的注音 就要念出机器人身上的注音 有点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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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完成 我们赶快去找怪头博士 有了炫光恐龙 一定能打败它 出发 地球是我的了 怪头博士 接受我们的制裁吧 炫光发射 哇 好亮啊 这是什么 我看不到了 趁现在 可恶 主婴探险队员真是太厉害了 快逃啊 我会再回来的 耶 成功了 新 cancell营 计前营 黑胖 树的乐园 有几块积木呢 天啊 坐坐看精灵 你怎么了 乔胡 我拿到一张藏有好吃点心的地图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 上面画着很像金木的东西 真的 我们先到这里去看看 好 欢迎来到金木之家 请从嘴巴的地方进来 好好玩 我们在找藏有好吃点心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知道 陪我玩的话就告诉你们 真的吗 当然了 开始播放 请看这里 你们知道这里有几个金木吗 来说说看吧 一 二 三 总共有三个 答对了 把这些金木移动一下看看吧 一 二 三 四 四 鸡木总共有四个 完全正确 太好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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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五 六 七 鸡 鸡木总共有七个 答对了 一 有没有好吃点心的地方在那边 再见 拜拜 吃巧克力 有好多 到底有几个呢 我们一边数数看 一边吃吧 好啊 有些巧克力是藏起来的 好期待 要从哪一个吃起呢 爸爸妈世界二 语慈想象真有趣 我的小熊宝贝们来吃点心咯 好 蛋糕好好吃 还有我最爱的牛奶 我的宝贝们 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 我想玩彼此想象的游戏 好 好 我来出题目 大家先用主音符号 来想想看吧 鱼 鱼 蚂蚁 雾 连雾 雾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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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注音可以变成什么呢 一起来想想看吧 一 五 于 开头的注音符号 可以当成一个音来念 所以是眼 太阳眼镜的眼 歌和微拼 先念出微 再和歌一起拼 微 龟 乌龟的龟 这是于开头的注音 所以直接念成圆 菜圆的圆 我的小熊宝贝们 你们再用这几个注音来想一想吧 西和龙一起拼 要先念出龙 再和西一起拼 龙 熊 碗熊的熊 我和幽一起拼 幽 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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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的溜 石和胃一起拼 胃 睡 睡觉的睡 海了 泡脚脚 海来 金长 咸 疼 使用 運 讨厌 来学猪鹰咯。 飞飞快递公司。 喂,飞飞快递公司,你好。 你好,我有四个非常非常急的包裹,中午以前一定要送到。 非常急吗?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万事OK。 就是这些包裹,要送到住均村,分别要送到门牌上写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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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的地方。 包裹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了。 立刻出发。 飞飞快递公司,送包裹。 万事OK。 的,的包裹,中道的门牌。 大小先生,这是你的包裹。 谢谢,我是蛋糕。 大包裹,是好吃的蛋糕。 下一个要送的是,喝包裹。 出发! 飞飞快递公司,送包裹。 万事OK。 黑。 特,特,特包裹,送到特门牌。 不得,阿姨,这是你的包裹。 谢谢。 哇,是桃子。 特包裹,是好甜的桃子。 哎呀,怎么塞车了。 还有呢包裹,和呢包裹还没有中,时间快来不及了。 好,只能这样了。 小谷过车,开始变车。 飞起来吧。 飞飞快递公司,送包裹。 那包裹,送到那门牌。 牛奶奶,这是你的包裹。 谢谢。 哇,是牛奶。 那包裹是阴阳的牛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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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喝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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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no啦asir国家野ца qu الك ,该赃法。 和呢 家导师。 和呢 和呢 bon different 攻击 LORD 叭叭叭叭叭叭 真好听 叭叭叭 蛋糕 叭叭 桃子 牛奶 喽 喽 喇叭 说故事分享最快乐 有一天小兔子小如要到爷爷家玩 她带着心爱的水壶 娃娃和好吃的饼干出门 妈妈 我要走了 再见 再见 小如 小如继续向前走 她在路上遇到了孤单的猪小弟 我等了好久 可是我的朋友都没来 妈 这样就糟了 小如把布娃娃借给猪小弟 让布娃娃陪着猪小弟一起等她的朋友来 谢谢 不客气 小如 小如继续向前走 小如继续向前走 她在路上遇到了肚子咕噜咕噜叫的狮子先生 我好久没吃东西了 我好久没吃东西了 肚子好饿 哇 这样就糟了 小如把饼干送给了狮子先生 狮子先生一下子就把饼干吃光了 谢谢 不客气 小如停下脚步 发现自己迷路了 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小如帮忙的马先生 猪小弟和狮子先生 全都跑来告诉小如 怎么走到爷爷家 谢谢 看到小如平安无事的来到爷爷家 爷爷好高兴 小如好厉害 我走了好远的路 肚子好饿 忽然 马先生 猪小弟 和狮子先生 全都来了 大家一起说 我们也好饿 哇 这样就糟了 哈哈 我得好好准备一顿大餐 和大家一起分享咯 谢谢 顾爷爷 说故事 飞上彩虹岛 小猫鲁鲁喜欢到处去旅行 听说彩虹岛很漂亮 我要出发去看看 彩虹 彩虹背着背包 坐上热气球出发了 热气球慢慢的往上飘 哇 房子变得好小 这时 彩虹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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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先回家了 再见 再见 鲁鲁继续往彩虹岛出发 过了一会儿 天空越来越暗 糟了 打雷闪电了 鲁鲁的热气球 被闪电打到破了一个大洞 救命啊 我要掉下去了 正当鲁鲁害怕的时候 一群大鸟飞了过来 鲁鲁 我们来帮你吧 太棒了 鲁鲁 我们陪你去彩虹岛吧 各种颜色的鸟一起飞在天空中 看起来就像彩色的大气球 彩虹岛到了 彩虹岛到了 鲁鲁好开心 这里好漂亮 彩虹岛有闪闪发光的果实 大家看了 好惊奇哦